毕竟两人因为爱纠缠了四十来集,分分合合,时远时近,最终却没有在一起,实在是让人觉得遗憾,很多观众都希望两个人能有一个圆满的大结局,两人能顺利牵手,一起携手幸福的过完下半生,但编剧却偏偏给了一个这样略微悲惨的结局,实在是有点难以接受, 其实难以接受主要还是感情上的,等平静下来再去回想这个结局,其实也是蛮合理的一个结局,或者说这样一个结局,让徐天和梁小慧之间的感情更加的动人,更加让人钦佩,没错一个悲剧式的结尾,有时候比喜剧更加打动人心,如果两人之间大团圆结局了,这样就让整部电视剧落入俗套了, 不如这个悲剧点的结尾,更让人回味无穷 首先徐天的心脏是小光的,杨小慧对徐天的爱里,始终掺杂着他对王夫小光的爱,如果他和徐天在一起,他就很难从失去小白的痛苦中彻底的走出来,每当看到徐天,他就会想起小光,这样成分复杂的爱, 其实对徐天也不公平,至少对方爱他其中有很大一部分,是因为他身体里的心脏,这样的爱想想也会让人心痛 所以他俩要是在一起,表面上看上去有情人终成眷属,但实际上双方并不能幸福地生活下去,其实双方之间一直会笼罩在小光的阴影之下,这其实从双方开始相处就知道,为何小慧对徐天时而靠近时而远离,大概也是因为他内心深处,对徐天的感情矛盾而复杂, 所以徐天最终遗憾地死去,也许是冥冥中小光,对小慧最好的告别吧,借用徐天的身体给他和小慧的感情做个了断,让他能告别创伤,重新拥有幸福的事